台湾讲完了我就挺高兴的 好不好放一边 反正确实不怎么好 我自己也知道 讲的就挺烂的 日记嘛 慢慢写 不是 慢慢录 讲完台湾呢 我再讲讲大陆的这些所谓的公知 就挺多吧 那么一撮人 大家看的也都差不多 但是有一些在国内山的也比较多 那些看不见多少 就像袁腾飞 石锅棚之类的 你也很难看到多少 我讲我是从谁想起的 还是从高小松讲起的 因为我对这些脱口秀的主持人 或者是就是一些 喜欢把自己的思想输出的这些人来说 平常我们能看见的 我对高小松还是相对来说最有好感的 当然了他的一些理论 还有他的一些就是知识的输出 我也不一定完全赞同 好多也不在那种地儿 这我倒不讲了 那我为什么喜欢他呢 他还是 我感觉他还是保留了 就包括小时候或者是青春期留下来的那么一些青春的一些影子 可能这家伙也是比较骚扰的那种 不让他出来 他反正没说那是八九年 但是有常识的人一推测 基本上也就知道那段历史时期 当然了 就好多人他肯定也看不懂 他也推测不出来 为什么呢 因为我这趟回来的话 他跟一些同龄人或者是比我稍微小一点的人 他都聊过天 那聊着聊着我就突然间问他一下 我知道八九六四嘛 很多人都不知道中国发生过这么一回事 你想想他就从这过程当中说能想象到什么 那也不可能 这件事情都被历史就给抹去了 所以说呢 我对高小松呢 还是 我还是挺喜欢他的这份纯真 以及他现在50岁 可能将近50岁吧 就对生活的一些感想 包括他最后一期节目说人生要做减法 他有一些东西啊 他是能碰触到你心灵上的 他这一点呢 这一方面就跟台湾的那些知识分子呢 还是有一些相似的 但是他的家庭背景太好了 这一般人所 所 没法 没法比 当然很多人比他好 那就更好 好多人嘛 比他好 就 但是呢 他也保留了 就是那种 嗯 就 也有一丁丁点 类似于大院文化的那种感觉 他们家 虽然不是什么红二代 或者是红三代 什么的 是一个高级知识分子的那一个家庭 他必定在北京生活那么多年 也有一些 呃 就 就这个北京文化啊 有点大院文化那种感觉 哎 我不是说大院文化不好啊 就是从大院文化呢 就能讲到谁呢 就像王朔啊 冯小刚 呃 就包括马卫都 呃 就这些人 还有什么 王中军王中蕾 这这这这这俩啊 就忙着乱钱 也不说他们俩啊 其实 你你像 他们 这些人呢 基本上也 引领了中国的这个文化 其实就是一个北京 北京大院的文化 呃 他们为什么能形成这样一个文化呢 我是这样认为啊 在那个时期 他们 能接触的东西 比 比我们就是普通人更多吧 就像高尔松讲 他们当时他妈妈 就在国外给他寄的那些什么 大孔唱片啊 之类的 就包括音乐 包括 可能有一些书籍吧 就让他们更早的去了解了 呃 西方的文化 包括那些大院子弟 他们也是这样 他们的条件多便利啊 然后呢 再结合着一些自己的成长背景 每个人 也 不说光鲜吧 也都挺 嗯 曲折好玩的 然后呢 就形成了一个 他们 就 呃 就形成了那种 他们所谓的北京大院文化 就 一直 呃 就 就就引领了 国内 就对一些 呃 公共知识分子的一些认知吧 但是呢 他们这些文化 其实我也是北方长大的 我倒 呃 挺能欣赏的来 他们这种文字啊 或者幽默啊 我 呃 很早的时候 就王硕的全集 我都看过 那看的也是挺过眼的 因为必定嘛 就是在这片土地当中 呃 生长起来的 就对这个文化和他的幽默 呃 能有一定的理解和了解 就像我们 就听郭德纲 郭德纲天津人嘛 你就听着 他明显的就比周立波要 那种东西要顺畅很多 人家上海人的话 那听周立波 肯定比听郭德纲要好很多 这一样 像东北的话 他们就更介绍二人传 这就是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 那我要说呢 就是 嗯 他们就形成了这种北京大院文化 以后呢 就 嗯 因为他们有这个便利条件啊 他们就容易形成啊 你像其他的一些地方 啊 天津还好 也形成了这种市井文化 有些地方 就没有 就就把以前的文化都抹杀掉了 嗯 大家都 啊 什么土改 全国一块弄 大家都差不多 就搞的这种差异性呢 不是那么明显 而且 你像 大家看这些 嗯 文化师傅类的节目 也都是这几个人啊 什么 嗯 就说了那几个 什么王硕他们那几个 再加上马卫都 嗯 孙小刚 啊 然后老梁 嗯 还有 还有 还有谁啊 啊 就以后什么的 出来的这这罗振宇啊 樊登啊什么之类的 嗯 就说他们的 这这种文化的形成呢 你要冯小刚 举个例子 也挺简单的 冯小刚也挺搞笑的 他说 嗯 就是关于屌丝 屌丝是个什么东西 你你翻译一下 至少都不说了 不太文 呀 冯小刚就 告诉我 那些那些网民说 你屌丝这个词不好 你虽然是有自嘲吧 但是你自嘲 你有个限度 别把自己说的能把下去 那好多人他妈就就就就就 还骂冯小刚 冯小刚 你就你就拿他跟崔永元这个事儿来说的话 那我完全是站在崔永元这边 我感觉这大哥呢 也 也 也挺无厚的 但是呢 但是从他的一些作品来说呢 他有他幽默的成分 我我以前看着也哈哈哈哈的笑 他跟葛又搭档的那些什么乱七八糟的片 看了好多什么有 哎呀 不见不散啊 不见不散是他 他他党都忘了 就是葛又在美国跟徐帆的那个 还有好多 就是 都什么玩意儿 我都记不得了 还有冠之林演的那些就 还好多好多甲方乙方什么乱七八糟的太多了 就演到新场子来这种幽默 而且那大哥也挺好玩的 说演了个拍个什么唐山大地震和和那个就是1942 就好好拍的片吧 你们没人看就胡乱拍个片吧 这票房就很高 大哥也挺无奈的 其实呢 我想想他毕竟是有文化的人 他真的也是不想就把把自己就完全定位为一个这种喜剧导演 还是想有一些自己深层的思想输出 但是呢 又碍于 这个政治环境所限拍出来的东西呢 反正我感觉还挺好 像1942大人大地震那种 但是国人也不太认这些东西 这也无所谓了 然后来呢 就再讲讲 这就是我 我对他们 对我还是对他们这种形成的这种大院文化没有那么太感冒 我只是认为他们呢 家庭条件好一点 然后再吸收国外的东西呢再多一点 就形成他们这样一个独特的文化 就像马卫都什么呢 我感觉这老爷子他可能岁数也不大 只不过长了老一点 比别 就跟王叔他们岁数也差不多吧 冯长刚他们 我就 我就总感觉他们这个文化底蕴还行 确实是挺不错的挺高的 比我要高出不知道多少倍啊 而且呢 就说出的一些一些道理来呢 你感觉也是那么回事 但是我总感觉有一种他们这个 这些人呢 其实也总是出国了 也老早接触了这些国外的一些思想 就我总感觉 他们是有那么一些排斥西方文化的 就没有像台湾人对西方文化和自己文化 那么一个融合 我总感觉他们就很有很强很强的优越感 当然了确实也是他们的生长环境 包括他们的知识文化 就容易产生那种优越感 就感觉就 嗯 你很难很难的去从心理上 就找到一些共鸣 那不一样啊 但是呢 你从蒋勋呢 像他们这些这些人的话 他从美的啊 或者是 呃 从 他的生活环境 包括他的游历 所表达出来的这个东西呢 就能让人产生共鸣 当然了 我这样说的话可能是我能产生 我和那些马卫都啊 或者是 包括王硕啊 冯小刚啊 都产生不了那么样的 他共鸣 必定 他总有一些东西在那儿隔着似的 这是我个人的一种感觉啊 然后后来呢 就一些嗯 自媒体呢 也挺好的像什么 罗基斯维啊 反当读书会啊 但是我总感觉像这些东西 他他就是一个知识的这个传播机构 他他也不生产什么知识 嗯 我之前我也挺喜欢听罗基斯维的 我感觉他那种逻辑性特别特别的强 非常非常的好 嗯 然后呢感觉大哥也挺实在的就说 哎我就是个商人 你怎么着吧 反正他他他也没有说 就是说哎我是个知识分子 我不靠这个赚钱 他大家那样说的话呢 现在老百姓也不傻 就就那肯定就就就就说哎 这这东西装什么装啊 对不对 他他就抓住了人这种心理说 哎我我就不那么装吧 显得我我我很愿意去赚钱啊 或者是怎么着的 但是呢 这个东西你听长了以后啊 你就会感觉他真的不是一个知识的啊 输出只不过是知识他过来加工医道 再传输给你 他满足了一个什么呢 就是我们人呃 现在人大家都很忙 很忙得到嗯 很少有自己的时间去思考 那OK那就有这样一些人呢 这样例如樊登和那个罗振宇 他把这个知识精简精简完了以后呢 用短时间的传递给你 就好像是你自己也获得了知识一样 其实完全不是那样 你如果完全听他们的那些东西 你不去看书 你所获得的知识就跟你在互联网上得到那些碎片知识是一样的 没有形成一个体系 他今天推荐那个你就读这个 你真读了也行 你可能就不会读完就把他那个精炼的思想 一提炼你再提炼一下 然后你再给他说给别人去 就满足了就是 现在我们这些人他对知识的一种渴望和焦虑吧 你说他是一件完全的坏事吗 也不是 但是我总感觉你自己想阅读想获得知识的人 靠着樊登和罗振宇是远远不够的 我记得新东方 有一个联合创始人叫王强 他曾经讲过 他说他看书是怎么来的呢 就是他会看不会看一些当年的热销书 他会选择看一些经典的书 他说这些书能传承下来这么经典 然后呢就挺不容易的 他肯定是经过几代人 或者是几十年一些人的验证 他还能流传下来 你像有些畅销书今年畅销 可能过两年都再忘了那书是什么 所以说他讲的这个关于读书的体会 我还是挺认同的 当然对于讲到樊登 我之前也看过樊登的几期节目 其实呢 樊登对我还是有一些影响的 他推荐的一些书呢 我先听听大意 我听完了确实是不错 然后我去看 我看完了以后呢 我会沿着就是愿意看书吗 怎么看书是最好的看书方式 我还是认为是用书来推荐书 那些作者他也是要看前人的书 或者是看一些当代和他水平差不多的人的这样一些书 那他会把这些书在他的书中引述出来 你看完一本你就会去看看另外一本 你就像看那个少有人走的路 这本书非常非常好 这一套书吧 对想起来少有人走的路挺搞笑的 后来查到了一些关于这作者的一些负面新闻 就感觉你说的跟你书上写的完全不一样 一段时间我还挺困惑 就说这人吧 这东西 其实想想谁没有点阴暗的东西呢 他写出来的东西是好的 能吸收就完了 至于你真正去做到 他写出来的东西 他也不一定全部身体力行都能做到 就像我现在说的东西 我也不一定什么事都能做到 那我也有阴暗的一面 但我不能跟跟跟就在这种时候记录下来 对不对 那我那我可能谁也不跟说 有些能说的 我可能跟最好的朋友说一下 对不对 其实后来呢 就理解了这个这个事 就就我从少有人走的路的话 那我就会看啊 人家作者是很喜欢容格的 OK 那我再看看那个容格的书 对不对 看完容格的话 那再看看容格的师傅弗洛伊德 那这样的话 你就慢慢慢慢的话 通过自己的兴趣去找到了自己的读书方向 而不是靠他们今天说一个这个 明天说个那个 然后就就就就满足人们对知识的 这这么一小点渴望 要么呢 但是呢没时间读书的话 听听也是好 鸡汤嘛 你喝点也有营养 对不对 嗯 嗯 然后呢还有一些中国的这 嗯 这就是这些人 罗振宇现在我是不太看他的东西 我感觉 就就有点时间你自己读本书或者是录视频都都不错 嗯 可能是年龄长大一点了 因为我认为汲取不到营养了 对我还记得之前 嗯 嗯 我看过一个刘光海外的一个教授吧 叫夏耶良 那大哥说 嗯 他说我是不会看文昭的东西 嗯 因为我汲取不到营养 其实呢 很多人在骂他 只不过呢 我认为他情商比较低而已 你骂他 嗯 其实对他来说 他的知识储备挺丰富的 他不需要文昭 嗯 就是那就是那种 就他文昭是面对大众的 他不他面对一个教授的话 那他当然那个夏耶良就说他吸取不到知识了 他也强调说只是说我吸取不到什么知识 所以他就就挨骂了 其实大部分人应该想想你站在他的角度想 他的文化知识就夏耶良 他的知识如果太差的话 他也不能当上北他的教授或者副教授 对不对 所以说呢 嗯 就是你受众的群体不一样 也就没法去去说 嗯 就就我都感觉夏耶良他这样说 就有点情商有点低呢 就是 就这样的话 那那这样意思就是他伤害了文昭的那些粉丝 嗯 就 就是在那个 那个层面上的嘛 其实我也看文昭的视频写的 嗯 讲的挺不错的 逻辑呢也挺严谨的 但是我不会每一期都看 我也没有那么多时间 去追着追着他去看 嗯 挺好玩的 有时候看看这些政治类的东西呢 有时候 看看盛心林的东西呢 有时候再 嗯 关注一些所谓的文化型的东西 然后再加上自己 嗯 走一些路 然后去思考一些事儿 也形成了自己一个 一个小小的一个体系 我这种东西呢 反正 也 也不求是多少人能理解吧 基本上 没事跟老婆孩子交流交流 跟朋友交流交流 也是挺不错的 然后呢 就是有些东西就是忘记的话 录下来 嗯 假如再过十年以后 审视审视 当当时自己的这种状态 哎 我一讲中国的时候就感觉 挺挺搞笑的 这种状态摇头晃屁股的 就 就跟那个 很多 就 就是 中国的这 这 这这些 叫什么呢 这些公共知识分子 也挺像的 就 就没有那么沉稳 你看袁腾飞什么的 也是摇头晃脑的 这高晓松也是那个德行 哈哈哈 可能就是这 这种文化吧 或者是 嗯 这也说不清楚 哈哈哈 反正 感觉也挺好玩的 还讲讲那个 像 中国的一些不能不讲的 就是崔永元 还有毕福建 像 还有白岩松 就像他们这些 当时体制内的一些公知呢 嗯 估计有很多 话要说 当时最不理解的就是 嗯 像 比如说 我说这些人 知识水平 都那么高 读那么多书 然后呢 思想见识 也都非常非常的广 你说在中央电视台那种地儿 他就跟你限制了 就那种体制之下 其实你想想 你不在那种地方 你更发不出声音来 假如说他们平常 嗯 能发出一些正义的声音 就好像是只有白岩松吧 现在还在央视 我也不知道在不在 那 那对对我们来说也是一件好事 你就让大众能了解一下他们的这些 嗯 就 就是你 加工一下也好 怎么着也好 嗯 也不可能说 给 给 给一个稿子 就就就让你背 就像那个新闻联播的主持人一样 你必须按个稿子背 他们还是有一些自由发挥的空间的 你这样的话呢 他也是一件好事 对不对 他们把自己的思想有一定的表达 但是呢 想起那 比老爷来了 大哥 不要 喝酒的时候说了几句不该说的话 你知道吗 这算了 不说脏话 你知道这这这这这这这种社会环境下 你让让人多么的压抑啊 还有一些告密的 那我一天假如说 反正我这边没人看也无所谓 你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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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告完密的话 我也形成不了什么影响 啊 也也不至于 给我给抓起来什么的吧 这这东西也无所谓 其实还有一个就是嗯 想起来就是千年三年行的窦文涛 其实大哥也挺搞笑的 就说一天蹲着说话 他就是一个很典型很典型的这个这个 就是想想这这这大哥他他他能活到这种我就说一点东西你还拿我没办法嗯 这个程度哈真的是你你你你会感觉这这这这大哥一天就满脑子没没什么正事儿 其实他肯定是读了太多太多的书而且呢有太多太多的级别 我挺喜欢他的那么聪明那么机智 这个一般人还是做不到的 但是呢他要和那个之前他搭档梁文道哎又是两种风格的 梁文道呢就有一种台湾的那种呃 知识分子那种感觉有一些儒器甚至还有信仰嗯 他他和邓文涛呢又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但是呢他们又能成为很好的朋友 嗯可能有些意见也不一定相同 就是君子嗯 和尔不同吧可能就是这个意思 啊梁文道的大哥呢我也是 嗯挺喜欢的还有一些信仰 而且呢他读的去修炼的那个那个书呢 关于呃上桌布的那个那本书我听他讲过 我也在看挺好看的 嗯但总体来说吧我就感觉 哎大陆现在中国大陆的这个这些工资啊 和台湾的那些工资呢 他还是呃就很大很大的不同 尤其就是呃就就北京大院那个那那那那文化和台湾 他呃吸收国外的一些呃思想所形成的那种文化完全不一样 其实还有嗯就不讲了还有韩寒什么的 其实韩寒呃应该算是最年轻人当中呢 我认为人们活得很明白 当然了这也跟大量的阅读呃和积累有很大很大的关系 这您从小就读那么多书 我这从小呢这干嘛去了尿醉和泥呢都对不对 人家还读书呢那四两年龄差不多嘛 嗯但是呢后来稍微读一点吧也不是坏事 所以说呢我一直就认为呃也是跟高尔松比较重合的嘛 人呢要读书和行路这一路下来呢人会有一个 你可能不知不觉当中就有那么一个提升 呃或者是你看问题的角度呢就会有一些不一样 就不会那么去钻牛角尖了 牛角尖了嗯 咬头黄皮我想路到这差不多也就完了 哎呦哎呦